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川普在面临四项刑事起诉 遭控煽动叛乱以来的第一场投票 这位想要重返白宫的前美国总统 在爱荷华州的初选中取得历史性的30个百分点获胜的优势 他的对手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迪尚特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奇·哈里 虽然勇敢地面对选举结果 但是苦于现在要找出一条往前走下去的实际道路 因为投票到晚上才进行半小时 各界就已经预测川普会胜出了 川普在爱荷华州初选胜选感言中说 这是让我们国家团结的时刻 似乎是为了让美国相信初选已经成了定局 美国有许多媒体也似乎同意这一点 不过尽管华府观察人士不看好迪尚特认定川普出现 部分专家表示现在就认为 妮奇·哈里已经出局 仍然为时过早 而现在呢 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当中 拿下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首战 昨天他就现身纽约的法院 开始为作家卡罗尔提出的毁谤指控受审 之后呢 又在社群媒体上批评女方性侵指控是谎言 根据在出庭之后呢 川普昨天下午三点左右就离开了法院 前往东北部纽亨佛州 在当地要在23号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二战 接着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要求美国国务院在30天内提交报告 检讨以色列是否在针对加萨哈马斯的行动中侵害人权 否则就要冻结对以色列安全援助的决议案 昨天就在联邦参议院遭到了否决 72位参议员投票 搁置这个决议 在100席的参议院轻松跨越简单多数的门槛 支持者仅仅只有11位 投票是由五党籍议员桑德斯推行的 桑德斯在敦促支持的演讲中说 必须要确保美元的使用符合人权和我们自己的法律 另外两位熟悉白宫决定的消息人士和一位美国官员 则在昨天透露 拜登政府预料很快就会宣布 计划要把伊朗支持的夜门青年运动 这个叛军重新列为全球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 青年运动已经对鸿海商船发动了数十次的攻击 青年运动则表示 他们攻击这些船只 是为了回应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 而国防部长方面 神秘入院治疗社护腺癌 而引起了多方批评的 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坦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休养 已经在日前出院了 国防部则表示 他暂时会在家中休养 这个期间是可以履行 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完全康复之后再回到五角大厦 70岁的奥斯坦也另外发表声明 感谢就是Walter Reed军医院的医生 护士细心的照顾 国防部在声明中 也引用了两名主治医师提供的细节 形容奥斯坦留院期间 康复进度良好 体力逐渐增强 也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评估 以及不涉及手术的护理治疗 解决了他长期腿部疼痛的问题 在未来奥斯坦需要接受物理治疗 渴望可以完全康复 另外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台湾所订购了大约190亿美元的 美国飞弹 还有火箭发射器等相关的武器 来协助抵御来自对岸中国的威胁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 美国对其中许多订单的交付 还得要拖延好几年之后 军事分析家和前台湾国防官员则说 美国对台湾军售交付延宕 也会使得台湾在中国入侵或封锁时 变得更加脆弱 在现在美国前总统川普 与现任总统拜登政府任内所签署的 大多数国防装备合约 都因为官僚拖延和国防制造商的产能受限而停摆 积压的未交付订单金额 现在已经达到了190亿美金了 好接着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和 就是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相关的讯息 我们看到联邦政府现在开始实施Medicare Part D 就是处方药自付费用封顶的措施 服用高价处方药的患者全年的开支 现在仅仅只要3300元 预计大约有15万人能够因此受贿 在新的措施之下 保险公司和药厂得要承担大部分的药价 再根据新的措施 保险公司和药厂得要承担更多的成本 业者申请保费或药价加价的难度 也会因此上升 关注非牟利健康政策的凯撒家庭基金会则说 Medicare Part D在2023年的保费 平均上涨20% 保险业者可能游睡患者 使用其他更为便宜的带用药物 而这些公司也可能更改承保药物的清单 患者到了明年 2025年就必须小心来检讨一下 自己的医保计划和使用的药物了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杰 下边我们将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朋友们继续一同贯心吧 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首先看到的呢 这个是在欧盟方面啊 美国带头发动在红海巡逻的任务之后 在欧洲的外交官则说 欧盟成员国已经对一项海军任务给予初步支持 来保护红海船只免于遭受夜门民兵青年运动的攻击 许多商业行运业者 在红海遭到了青年运动武装分子攻击后 也让船只改道到其他的路线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加萨交战时 掌控夜门大部分地区的青年运动就表示 他们攻击红海船只 就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 在现在呢 这项行动的目标是最迟要在2月19号完成筹组 不久之后投入运作 在负责研拟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欧盟政治和安全委员会 已经对这项任务给予初步的支持 要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块合作 接着呢 我们再看到卡达和以色列在日前宣布 卡达和法国已经促成一项协议 将运送紧急所需要的药品到加萨走廊 提供给仍然遭到哈马斯挟持的大约45名以色列人质 并且向最弱势的加萨平民 供应人道援助 还有医疗物资 卡达和法国表示 这批援助物资会在17号离开卡达前往埃及 卡达外交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也宣布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达成协议 同意向加萨走廊受灾最严重和最弱势地区的平民 提供药品和其他的人道援助 换取哈马斯提供以色列人质所需的药品 声明中没有详细的说明 将会向平民提供多少援助或者是哪些援助 另外呢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则在日前表示 巴勒斯坦人将会在以哈战争结束之后统治加萨走廊 他说未来的政府将是一个平民替代方案 不过他坚持 以色列军队将会拥有用来保护以色列公民的行动自由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的这是在布鲁塞尔的报道 在现在呢 我们看到世界经济论坛正在进行当中 而在这个论坛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总理李强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纷纷在论坛里边发表演说 李强提出了五项国际合作建议 他强调要访长远 看中国经济和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潜力 而范德莱恩则标举的是民主自由为市局挑战的解决方案 虽然两人演说都在呼应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重建信任 也都呼吁国际合作 不过他们对于解决当前全球政经难题的诉求 也不大相投 不免透露出的就是较劲的一位 那么在这一次呢 李强提出五个加强建议 包括呼吁主要经济体加强沟通 那么加强国际产业合作 还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以及加强绿色发展 最后则是加强南北合作 南南合作 那么在他也说之后呢 范德莱恩则接着表示 全球面临冲突和极化的风险下 是建立信任的时候 解放不只是国家间的合作 还有企业与政府 也就是企业与民主政体的合作 因为民主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好 下边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的报道 加拿大政府在昨天公布了 对研究经费方面的限制 防止与中国 伊朗还有俄罗斯 分享加拿大大学开发的先进技术 理由是有国家安全的疑虑 沃大华表示 为了保护先进和新兴技术 加拿大政府是不会提供补助 给予若干大学有关的研究人员 而这些大学与可能危害 国家安全的国防和安全实体是有关联的 加拿大创新卫生和公共安全部长 在声明中做了以下的表示 就是加拿大主导的研究 以它的卓越性和协作性著称 但是开放性却可能使它成为外国影响的目标 接着再看到这是马尼拉的报道 这是菲律宾国防部长在昨天说 菲律宾希望在今年的第一季 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 这项协定将会允许双方在彼此的领土部署军队 菲律宾正在加强与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来对抗包括了中国在南海日益具有侵略性的行动 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两个亲密盟友 这两个国家由去年11月就开始相互准入协定 展开磋商了 下边我们看到的就和健康 这个医疗健康相关 世卫组织在日前说 近年来全球成年的吸烟人数 已经有稳步下降的趋势 不过另外一方面 大型烟商还在试图对抗这个趋势 世卫说2022年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吸烟 或者曾经消费其他烟草产品 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则为三分之一 根据世卫的说法 研究2000年到2030年吸烟趋势的最新报告说 全球已经有150个国家成功的降低吸烟人口了 不过尽管多数国家的吸烟率正在往下降 预计在未来数年内 与烟害相关的死亡人数 还是会居高不下的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 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湖面剑为朋友们编辑 那么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下了 稍后我再和朋友们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看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昨天就在瑞士的达沃斯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会面时表示 希望欧盟在经贸问题上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审慎出台限制性经贸政策和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2024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15到19号在达沃斯举行 而李强在16号出席论坛期间 也与范德莱恩会面 他说呢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中欧关系在重要大国关系当中保持稳定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愿意和欧方本着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的原则 坚持伙伴定位 对话合作 也说中国愿意进口更多 欧盟产品 希望欧盟对中国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 推动中欧贸易更平衡的发展 再来呢 看到中国驻澳洲大使孝谦 在坎培拉对媒体在今天说 安全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军事安全战略 而是帮助维护太平洋岛国国家社会稳定 和基本秩序的战略 孝谦也指出 中国与澳洲应该加强防务关系 像是军事对话 联合演习 还有培训 而对于诺鲁选择和中国建交 放弃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孝谦则说 这是诺鲁自己的选择 而且不会影响到澳洲与诺鲁的关系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到的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是关于跟台湾相关的了 那么我们晓得就是 在对岸台湾 刚刚完成就是总统选举 那么新任总统已经出来了 在选举之后呢 中国大陆国台办就在今天举行台湾大选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 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则表示 民进党代表不了台湾 以及全体台湾同胞 反对台独 以及要和平 不要战争 要发展 不要衰退 要交流 不要分离 才是台湾岛内主流民意 陈宾华说 这次台湾两项选举结果充分表明 民进党代表不了台湾 那么也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 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 也表示在大陆方面将会继续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坚持继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坚持团结扩大台湾同胞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而在台湾大选之后的第一场 在国台办所办的记者会当中 陈宾华也对一些中国大陆民众呼吁 取消经济会台措施 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回答 中国方面对台湾大政方针是明确的 一贯的 大陆将会深入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民众 继继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另外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也在昨天谈到台湾大选时 他重申中国一贯立场 表示不论结果如何 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也不会改变一个中国原则 与中国实现历史统一 另外在台湾的大选刚刚落幕 来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就在今天表示 面对选后的台海局势 中国国安机关将会深入开展 涉台反颠覆反间谍 反分裂斗争 依法防范防止和惩治 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 还有分裂活动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看到中共加强一党领政 在近年中国大专院校 相继把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合并组建为党政办公室 最新整拼的是北京清华大学 校方在日前已经下发通知了 这是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在现在清华大学 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证实 这个通知是学校发出的 也就是在未来 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 职责整合 组建党委办公室 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简称党政办 而在中国的经济方面 中国的股市表现并不太好 因此外界媒体则说在放松了 对一些规模较小的共同基金和券商的限制后 中国监管机构再次面临稳定股价的压力 近日已经重新要求部分机构投资者 不要出售股票 而中国电动汽车大厂比亚迪 成为第一家进入全球前十的中国汽车企业 不过在高阶智慧驾驶方面 布局还是比较慢 被舆论诟病智慧化程度不足 比亚迪方面则表示 未来将会在智慧化领域 投入人民币一千亿元 以此改进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来自中国方面的报道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一块收听台北新闻主播所带来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慈丽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报道的是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顺利完成 外交部16号举办说明会 向邦交国驻台使节 跟非邦交国驻台代表说明选举结果 共有48国使节跟代表出席 此外外交部在选后第一时间 也将选举的结果通电全球各管处 转支驻在国政府 未来会与其他民主伙伴 继续携手对抗威权主义国家扩张 防范全球民主体制遭到侵蚀跟破坏 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说 其实我国选举成功选举 以请全世界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80个国家 全球有超过700名的政要 对我们表达了恭贺之意 另外针对诺鲁断交后续的效应 跟中国持续的外交打压 我外交部也重申 友邦常年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为我直言 为台湾而言非常的重要 外交部相当重视邦交国 也投入资源强化双边的关系 未来仍将尽全力的维系邦誉 刘永健说 2024大选后 新国会的龙头之争引发关注 针对外界点名韩昌配 也就是韩国瑜跟黄国昌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 今天接受专访表示 立法院政府院长是国家象征 国民党的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对国家是否光荣 是不是幕侯而观 大家应该思考利弊得失 民进党会冷静地面对目前的处境 对于民进党在这一次大选 流失的青年选票 可建明表示 现在是三党鼎立的时代 台湾人民给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太多不该有的宽容 但这是蓝绿恶斗的结果 让第三势力出现 因为建制派永远会被讨厌 他相信 新任总统戴金德的行政精力丰富 了解民意 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出席党部主管会议 是总统大选败选之后 首度公开露面 针对柯粉在各大社群平台 疯传作票 要发动抗议等情势 柯文哲强调 台湾是民主社会 可能有选物瑕疵 但不可能大规模的作票 柯文哲说 第一点还是要跟全国的选务人员 说一声辛苦 第一个我还是认为选务工作很辛苦 还有点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民主国家 大规模作票我认为不可能 按说有些小瑕疵也许会有 但是这样 这个不在习投票应该要发展 因为想想看 每次选举到的台铁高铁就要饱满 这实在是大家批一奔命 还有点 这等于在制造投票的成本 新北市长侯友宜竞选2024总统失利后 今天首度主持新北市政会议 他在各局处报告前致辞表示 这段时间市府同仁非常辛苦 他感谢各局处的付出 未来他会加倍努力 回报新北市民的付托 侯友宜表示 未来会倾听民意 虚心以对调整步伐 加倍打拼 让新北市民过得更好 侯友宜说 当然在自然时间 我在扛起另外一个重大责任的同时 我们希望市美市民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即使 大家认真地努力地 在工作港上不断地往前迈进 我未来 我还是一定会用 更多的努力 来加倍奉函 我们新北市民的手工 让新北市民能够过得更好 未来我们要更倾听民意 虚心以对 调整步伐 积极打拼 作为我们所要的任务 带给400万 市民更多的城市光荣感 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中败选 党内出现逼宫的声音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表示 他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他倾听到更大的声音 是要他坚定地留下来 所以他会继续忍辱负重的 奋战到任期的结束 朱立伦说 此外国民党主发会 也在中常会报告败选 初步的检讨报告 他已言 南部的选票落后较多 未来要深耕南部 33企业交流会 今天举行1月份的例会 理事长林伯峰指出 2024大选已经落幕 呼吁下任政府要有新的气象 他并提出了三大期待 包括掌握好国际外交 跟让两岸关系和谐 以及重新思考能源政策 以稳定供电 还有新政府新国会 都要以台湾的利益为优先 不要政党恶斗 林伯峰说 期待新的总统 跟新的国会 应该跟大陆 有沟通的管道 还有交流 才能解决问题 ECFA也好 CPTPP也好 RCEP也好 如果没有大陆的同意 我们是单枪匹马 是很难奋斗的 至于中方频频放化终止ECFA 林伯峰指出 石化机械纺织农产是首当其冲 电子业则不受影响 希望目前早收清单关税减让的120亿的差额 不要再扩大 随着2024大选落幕 交通部公路局局长陈文锐也宣布 公路局将在今年启动四大新兴计划 包括四年新台币400亿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 四年57亿的环保自行车道第二期计划 以及六年新台币540亿的省道快速公路改善计划 还有七年643亿的公车客运电动化计划 全面提升人车路的安全跟品质 陈文锐说 所以我们在去年争取到行政院核定540亿元的省道快速公路改善计划 从113年到118年 那这个省道快速公路改善计划可以做蛮多事情 包括快速公路的先期规划 还有养护新建 还有交管改善的相关计划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已经开始启动这个六年的新兴计划 另外中央气象署署长陈嘉平今天也表示 今年气象预报将推出多项变革 包括五天内的台风路径的预报误差 可以从321公里降到267公里 并且新增加台风暴风圈最早抵达时间的预估 此外山区暴雨示警也将扩及到全台 远近海面的预报则将从3天延长到5天 并且强化离岸流的预警 甚至将太空天气侧暴纳入预报范围 气象署署长陈嘉平说 那台风数值预报模式在113年 我们预计要把解析度提高 从大网格15公里提高为10公里 那小网格从3公里提高成为2公里 那预计将可以改善我们对台风路径预报 准确度的掌握 那我们在今年定的目标是希望 五天内的台风路径预报的误差 可以从321公里减少到267公里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也会提供新的暴风圈最早抵达时间的估计 提供有关台风侵袭的时间点 让需要做决策的单位来做相关的决策 鸿海集团旗下的半导体设备厂金顶 美国官网16号遭骇客攻击 尽管金顶发布重训 强调对公司的运作没有重大影响 资责会专家今天受访表示 企业平常一定要注重资安的三面向 就是管理 意识跟技术 包括落实数位系统的管理 提升员工资安意识 并精进漏洞扫描跟修补等技术 必须要齐头并进 资责会资安所智慧云端中心主任魏德恩说 就好像你家里如果不想要造小偷 你当然会希望大家出门要关门 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运势 出门就是不关 那你一定会造小偷的 那你家再多锁有用 锁就是技术 关门就是资安意识 管理那你们什么时候进出时间 那就是管理 所以就是这三项必须 那就像一个三角形 三个要三位一比 才有办法做到资安防护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